遇上这么好的佛法 遇到这么好的师父 请一定要珍惜 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危险 多痛苦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 今天是多么平安 多么幸福 末法时期 众生的烦恼 数不胜数 在夜海里沉沦挣扎 苦不堪言 观世音菩萨 有求必应 慈传世间离苦妙法 点亮众生智慧心灯 我们又有幸得欲名师 在师父的教导下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 学习白话佛法等四大法宝 让我们在人间消除业障 偿还业债 去除烦恼和病痛 不断通过修心修行 提高境界 最终脱离六道轮回 走向西方极乐或四圣道 在有生之年 我们能接触到这么好的法门 是我们己事修来的福分 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献身说法 这几年 我通过学佛念经 身体和心灵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多次参加师父的法会 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 并获得现场看图腾的宝贵机缘 我先后超度了两位亡人 如今他们分别在御界天和阿修罗道 在2019年 我又参加了师父的两场法会 法会的加持力非常巨大 回来后好事连连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 灵验无比的法喜事列 在参加大法会期间 我祈求菩萨妈妈 保佑我能够买房顺利 然而 悉尼法会回来后 就遇到了特殊时期 在家里待了几个月 当形势好转后的一天 以前认识的房产销售人员 主动给我打电话 并发给我几套房子的图片 邀约我去看房 我们看中一套非常喜欢的房子 而这套房子是早在2018年 我们就选中的房子 当时因为价格没谈好 就没有谈成 两年后是菩萨妈妈 慈悲安排 又让我们遇到了这套房子 而且这次价格更加合理 所以转天就成交了 我们非常顺利地办好了货户手续 很快拿到了房产证 真的是菩萨妈妈慈悲保佑 让我们能够心想事成 我们心灵法门真的是灵验无比 航空公司执意要退给我们 贷金券不退现金 我们都很担心这笔机票钱 很难再退回来 后来我们一起运用念经许愿放生 读白化佛法四大法宝 求菩萨妈妈的慈悲加持 最终我们如愿以偿地收到了 退回的全部现金 感恩菩萨的慈悲加持 由于我买房后忙于装修 以及日常一些家务事情 没有好好念经 也没有认真地诵读白化佛法 消业障 加上今年又赶上犯太岁 从七月份就没许愿念经文组合 导致我身体上各个部位的疾病 全面爆发 先是半夜突发颈椎病 从睡梦中疼醒 不能动 我马上想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十多分钟后就能动了 早上六点 我赶紧给菩萨妈妈上香 并许愿针对这个部位 念二十一章经文组合 给我的药经者 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每天读两篇白化佛法 消除手麻的业障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 医生说是 骨质增生 颈椎变形 于是在医院做了三天理疗 烧了七张经文组合 颈椎竟然就不痛了 等烧完二十一张经文组合 就逐渐恢复了正常 读白化佛法后 手麻的症状也消失了 我的心里充满了 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感恩 除了突发净罪病 体重也突然增加了十多斤 面部浮肿 并伴有腿脚疼痛 肿胀 由于特殊时期 活动量少 走路 腿肚子有点僵硬 蹲下去又起不来 脚面浮肿脏痛 而且过敏起疙瘩 到医院一检查 说是泌尿系统感染 我回到家 在佛台前 许一万遍网声咒 消除我身体上的业障 求菩萨保佑我减肥成功 并许一百零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 忏悔身体上的业障 针对这个泌尿系统 许四十九章经纹组合 在烧经纹组合的过程中 腿脚部的肿胀感 慢慢消除了 体重也下降了十斤左右 果真实现了我减肥的愿望 在医院验血时 查出血相不正常 转安眉的正常值是四十多 而我竟高达一百四十多 对于这种情况 大夫说我是肝损害 回到家 针对肝部的业障 我立刻在佛台前 许愿念一百零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 和一百零八章经文组合 把吃全素百分之二十的功德 用来消除肝脏部位的业障 此外还放了一千两百多条鱼 一个月后去检查 血相已经明显下降了 由原来转安眉指标一百四十多 降到八十多 在业障爆发期间 我的小腹部还突然长了一个鸡蛋大的肿块 到医院去检查 大夫说最好开刀 我坚持说我不想开刀 我说这个能不能自然把它消除 用拔毒膏贴行吗 大夫说试试看吧 我回家后马上许两波 每波二十一张经文组合 针对此部位念四十九遍礼佛大忏悔文 一千遍网生咒 放生八百条鱼 过了几天 这个部位变成脓肿 我每天去医院换药 脓包破了 流出来很多浓血之后就缩小了 随后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我平时有高血压 半年多没吃药 一直挺正常的 然而业障爆发那段时间 突然间血压又高了 我念大悲咒心经 礼佛大忏悔文 往生咒 直到现在 我依然每天都在念 也不用吃什么酱鸭药 由此看来 同修们以我为戒 不好好的修心念经 业障爆发是容易的 所以我们每天在忙 也不要忘记修心修行 现在是末法时期 只有多度人才能消掉我们的业障 只有多做功德才能消除 我们的业障与疾病 每天我们要少一些懈怠 多一些精进 认真修好我们这颗心 时间与无常 不会等人 我们要与无常赛跑 不要等到业障爆发 再来打扫现场 师父的爱就像父亲的爱 是既严格又温和的 菩萨般的大爱 师父说过 当你不知道明天有多危险 多痛苦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觉得 今天是多么平安 多么幸福 观世音菩萨开始 人生难得佛法以闻 今世文法时难寻 你们的师父 赋去一切来成就你们的光明 自身却千仓百孔 他是用自身的心头血 来陪护你们的佛性扎根开花 结出佛的道花 师父舍弃了人间的一切 安逸生活 用健康 甚至是生命来救度众生 师父是那么的慈悲 即使自己生病了 还在用法身去救度众生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0月23日早上四点半 我梦到了师父 梦中师父站在很高的台阶上 拿着杯子想喝水 我看到了 就起身上前为师父倒水 师父马上把手伸出来 让我握手 并慈祥地看着我 然后加持我 我就醒了 梦境非常清晰 师父即便肉身累到疲惫不堪 法身还出来救度我们 我感动得只流眼泪 我们弟子的心都牵挂着师父 我们不能没有师父的指引与教诲 我们今后都要更精进 更努力地修心修行 才能对得起师父 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 没有师父 我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慧命 我们今生今世遇到这么好的法门 遇到这么好的师父 请一定要珍惜 给师父最好的爱 不是挂在嘴上 而是真正地要改变自己 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干净 将来才有望与师父在天上相见 在这里呼吁亲爱的同修们 每天早晚上相识 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恩师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师父的心就是众生心 为师父祈求 就是为有缘众生祈求 也是我们报答施恩的一种方式 以至诚心去祈求 一定能感动天地 让师父在人间有更多的时间 救度有缘众生 离苦得乐 我们到人间两手空空而来 索取的都是临时的物质幻想 我们不要想能在人间带走任何东西 连身体都带不走 所以佛说 万般带不走 只有夜随身 人生短短几十年 弹指一挥间 有的人最后醒悟时 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 后悔自己所走过的一生当中 没有好好修 而我们在有生之年 已经幸运地遇到了这么好的佛法 所以请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时间 快快修心修行吧 末法时期 天灾人祸本来就多 我们没有犹豫的时间 师父曾说过 学佛的路上 如履薄冰 每一天 我们的身口意都会造孽 末法时期更不能造心业 起心动念 早晚都会受报 感恩观世音菩萨 赐予我们人间这么好的法门 给我们妙法 让我们通过修心修行 消除前世今生的诸多孽障 感恩师父 引领我们脱离苦海 帮助我们走向佛道 到达彼岸 让我们跟着师父 精进学佛 永不退转 争取一事修成 了脱生死 永断轮回 跟上师父的脚步 坐上法船 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恩师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分享人 云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